学生见校门验出体温偏高 老师不敢大意 马上带到保健室再验一次 第二次结果体温还是偏高 校方也马上把学生带到隔离教室 就算学生没有其他症状 校方还是小心处理 这次花林一间国小刚开学防疫就拉紧神经 另外宜兰这间国小 校方还搬出了帐篷 入校的学生只要出现发烧症状 就要入帐隔离等候家长带回家 不过消息一出也引发议论 有人认为用帐篷隔离不适当 教育局也要求校方拆除 还有像是桃园这间学校 还设置了两座防疫喷雾隧道 包括所有学生老师进入学校测量体温之后 都得经过这个喷雾隧道进行全身再消毒 小心再小心 就是要让防疫多一层保障 记者桃园宜兰花莲综合报道